有些人是一步步朝着死亡去走的 我做我自己的事 不关注他的结果 也不关注别人怎么看 音乐上来的问题就还给他 一切东西都是从而回出发 剧院外面的一个大厅 一个特别大的大厅 它的回想特别大 如果你不去看这个东西 不去经历这个东西 你很纳闷 为什么会出来这样的声音 是怎么做出来的 《新春季》肯定是网文所有的唱片里最不一样的一张 更宏大更壮观的一种声音场景 这个唱片六首歌框架比较大 驾驭起来还是挺有挑战性的 有些歌听起来肯定比较黑暗的 有很多情绪交织在一起的一个多重的一个表达 很酷 很酷 我们都能做到所有的事情 这些团队的东西是 他们都能做到任何试图 那条路正在变水 没人走过 每个团队都能做到所有的事情 都能做到所有的事情 从来不是一个实验乐队 但是我们绝对不是一个保守的乐队 本质上来说 《霍尧鬼》实际上是一种比较颠覆性的音乐 而不是说它形成了某一种同样的一种流派的音乐 在极特上能创造出一个它不那么雕质性极特的声音 这是网文第一次的清理 制作人来制作这张唱片 欧洲人对音色的捕捉 比较细腻 也比较挑剔 甚至有点音色的洁癖 这个恰恰是网文之前的唱片里缺失的东西 我很有信心 但是我也很紧张 因为我的名字要写在上面去 录音室的唱片 就应该在录音室里面 产生一个新的化学反应 我们希望是这样 他们希望是那样 这种拉扯恰恰让这个作品变得更有意思 更有张力 那天大几天晚上开始偷 一转偷就会偷 录音实际上是比较枯燥比较累的 喝到早晨就气点 然后12点起床再干 我操你了 我根本不再去 你 就这样 即便是这样 每周拍10个小时 你还是觉得做音乐的时间不够用 没有人会满意自己的生活 我的生活就是这样 这就是我的生活 永远没有最完美的 我们只想一次比一次 尽量少留些遗憾和失误 你觉得像我的中国兄弟 享受 我们享受同样的事情 光老家伙 反而为什么不是带来那张门片呢 预伴自己前的走劲 不断的 前的走劲 通过音乐来跟整个世界沟通 就是我们不去做了 也相信会别人去做 所以我觉得重要的是对我们自己 终归都会成为一只铺路师 它的唯一的意义就是 你做了 终役 国家推演 回听 国家推演 对